一個新聞是說 有一群之前被控炒作TDR的資產管理公司負責 他們已經服刑結束了 可是他們現在要發起異議 認為你拿這個清朝劍斬明朝的官 這中間的過程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故事跟內容 對 我們必須講 我們主管機關好像永遠反應都慢搬牌 事情都發生了 你推256 我不知道這場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說這件事情 真的值得大家台灣民眾好好來關心 主要就是這樣 明君問你 假設你今天犯了一個罪 可是在法律上沒有辦法把你定罪的時候 但是法官還是照樣判你罪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大家不服氣 對啊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知道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要被判有罪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刑法有規定 就是法律有規定說我真的這個是犯罪 而且犯罪的其形是多少的時候 你被判罪才是有罪 但是問題是現在就有人出來講了 我們必須講 他是被控制射檢炒作TDR 我們TDR的話明君應該很清楚 就是台灣純頭兵鎮 那在早期的時候 來台灣最早一家叫 那後來不是在20809年的時候 什麼旺旺 康師傅一大堆來台灣 現在都沒了 現在就等於是這個TDR 也被我們官員搞到亂七八糟 也很慘的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 之前被控這個炒作TDR的資產的負責人 資產公司的負責人 他就去說 他告這個金管會的官員 涉嫌偽造文書 而且還在說 我們當初被關 好像是冤獄一場的狀況 好 那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因為主要原因來說的話 你看我們TDR被判刑的 一共有四個案件 96年的話就林英宏他買賣 所謂的東亞科TDR 99年的話中文字買賣 連環的TDR 然後100年的話 這個周關羽買賣新媒體 新傳媒 然後這個100年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買賣新傳媒 他們都是這樣的狀況 就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們被判刑 為什麼被判刑 因為我說實在 如果假設真的是 涉嫌到所謂的超內線交易 被判刑活該對不對 然後被判刑都執行完畢了 然後違反的法令是證交法 你想說這個法案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他們出來抗議 這個問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因為TDR這個東西 從我們民國 這個約莫是80幾年就有這個東西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TDR法源 來源不明 為什麼TDR法源來源不明 我們就講 事實上你要歸類在我們國內 我們知道 我們國內的這個證交法裡面的 內線交易罪是刑法 就是要判刑要入監的 所以其實我們國內 規定的非常嚴格 就是你要是我們國內證券法 所匡列的所有價證券才算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如果你炒作比特幣算不算 不算 因為那跟我們國內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把它匡列得很清楚 哪些該法哪些不該法 這樣民眾才會有所本 但是TDR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TDR我們到弗雷電開始來掛牌之後 後來2009年一大堆的公司掛牌之後 後來才發現到說沒有法源 那你TDR到底屬不屬於 我們的主管機關所列管的 在當初這些人被判刑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發現到這個問題了 當時我們的金管會的解釋 是這樣的 他就說我們民國76年 動員開亂時期 我們有發布一個叫做900號公告 900號公告來說 他又把一次什麼外國的有價證券 然後一大堆的有價證券 然後包括說像債券 還有什麼存投平證 把它列到台灣的之後 他又列入所謂的管制的範圍 可是這是外國有價證券 你乍聽是很有道理 對啊 外國有價證券 可是問題是 明俊 問題在這個地方 他指的是外國有價證券 外國有價證券到台灣 可是問題是TDR不是 TDR是他在外國已經有上市了之後 外國譬如說他旺旺 旺旺本來在新加坡 後來到香港 康師傅在香港 他已經在那邊掛牌了 TDR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再發行一個產品 應該算國內的 對 發行一個產品之後 發行一個產品之後 他可能是另外 比如說台積電在美國發ADR 他就是一張ADR表彰多少蒙古 用這樣的方式轉換 所以他其實就是 外國有價證券 事實上是在這個匡列範圍 但是問題是 TDR不是外國有價證券 他是台灣金融機構 法律依據罰刑的 對 應該不算外國有價證券 所以就變成是怎樣 好 那之前在這個紮爭端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個爭端出現 因為民國76年這個公告 問題是我們的第一家 這個弗雷電子 只是民國87年才出現 所以等於說這個法令 似乎是好像沒有辦法 把這個東西匡列在這裡面 對 他怎麼有辦法 去罰未來會發生的事 對 沒辦法匡列 好 那於是我們要在這個 整個法案的這個審查 整個這個案件的這個審判的過程 裡面來說話 就有人出來幫他們說話 事實上這個目前為止是法學 這個福大法學院的院長 郭土木 他就說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當時剛好就是這個 在金融商 在我們的財政部上班 這個法令頒布的時間他很熟 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當時是在東元勘亂時期 那為什麼會有這900號公告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當年我們在東元勘亂時期的時候 很多人在海外去買 把國外的股票拿到國內來吸金 那吸金來說他為了怕這樣的狀況說 所以他把外國的有價證據 還有外國相關的產品 你拿到國內來賣的時候 這些列為匡列的範圍裡面 就在900號公告裡面 管制的範圍 但是TDR 我們剛才講到 TDR跟這個定義是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他就不屬於外國有價證據 對 所以他就說 他是不能夠這樣子的匡列的範圍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連起訴TDR的前檢察官都說 用900號公告認定TDR 是國內或國外有價證據 有疑慮證據薄弱 會造成法院的誤定 但是法院照判 因為金管會的說法就是說 他是啊 他已經把它列入這個範圍之內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金管會後來還做了一件事 後來他在101年的時候 他又弄了一個法令 一個新增到165條之二 要來規範TDR 對 他就說把屬於在國外 反正只要經主管機關 他這個法案是經主管認定 主管機關認定的 就是屬於國內應該控管的 所以他講來講去 那主管機關怎麼認定 他說他又用900號公告 所以就是說 最開始的900號公告 就已經不對了 但是你在修來修去的法令裡面 都是用這個900號公告 當為一個法員 所以當然不對 聰哥 其實很奇怪 這英金管會在101年新增 這個第195號的條例 之後去規範 可是你看這些人判刑的時間 是 是在101年之前 對 所以你就知道 市長你看有沒有 我們101年有新的法案 把它匡列進來 問題是這些人是在101年之前 他已經緩了 對 那他怎麼辦 所以現在為什麼我們這個 立法委員最近在推動 所謂165條之2的修法 因為165條之2 講的是經主管機關認定 但是他沒有把TDR直接寫出來 那TDR問題是你 還是不清不楚 對 問題是這樣 我們回推所有的法律 你知道TDR規定還是不清楚 所以我才說 我們這一次 像我有參與這次TDR的 這個修正的法案裡面 我認為就把TDR直接 把它寫到這個165條之2 列入這個管理的範圍 這樣最清楚 大家不用吵 但是至於說你說 這幾個人怎麼辦 我覺得這幾個人 如果你用我們過去的 法律這樣的規矩的過程 他們有可能被誤 他們雖然說是有內線交易 但是就當時的法律 的確是沒有 但是現在經管會的說法是說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這個整個程序都完備 可是如果我們按照去推的話 其實我覺得任何 我們現在台灣是民主社會 是法制社會 法制社會主張的就是一個 程序的正義 法律的正義 我覺得這個都是更重要 如果假設在當時制定法律 或是程序上就有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時間 把它糾正過來 然後還給當初程序不正義 或是說可能你採用的法律 不正確的時候 那該國賠該怎麼樣 那就怎麼樣 我覺得經管會似乎是 要給受害者一個功耗 經管會現在是一直說 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如果我們按照 目前的檢察官的說法 目前的法學院的說法 目前的業界的說法 都認為說其實這個錯誤 絕對要好好的來框栽